苏妈妈走进灵堂 看到小灵味上的名字 强忍多日的眼泪 再也承受不住 双话蛮严重的 对 其他好几句是失误 但是一直还好 一直就是还有保留完整的失误 苏妈妈的女儿 也是名阳工厂的员工 伤失严重 切除肾脏和胰臟 现在还在江湖病房治疗中 但每天醒来第一句话 最后是问 诚信男友的下落 孙妈妈早已知道 女儿男友不幸丧命 担心女儿承受不住 选择暂时隐瞒 你也不希望让她知道 我已经走了这件事 等到她病情比较稳定 转一般病房的时候 那我们会直接到医院去做探视 给她鼓励跟加油 陈爸爸说 他两个儿子都在明阳上班 事发当天弟弟休假 收到哥哥传讯息 才知道出事了 哥哥有发文字讯息给他说 公司失火了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弟弟一看到讯息 大概十分钟内吧 他就回播 用LINE回播电话 就已经没人接了 面临丧子之痛又得知 儿子生前女友身受重伤 但人心性的对方 同样身为父母 成爸爸 心疼又不舍 我儿子没这个痕迹了 当然很不舍 真的很不舍 先行有张贝兹 很空远 黄金权林世新 评订队报道 明镜是否在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